馬律師 像你太太在講話 你有沒有錄音 通常不會 但是我們 通常不會 這個好像有特殊 特殊的狀況 吵架的時候 一定會有一些過激的言語 但是你如果被人家錄音 被斷章取暈出來的時候 放到一些公共場合去 就很容易被被激發這個內容 其實他不見得是這個意思 其實你看 像鄭爽從頭到尾 不管他們之間利益 怎麼去灑口血 什麼這個金氏 支付期怎麼搞都沒關係 至少會有兩派人 會個別自己支持 但是有一個東西 他違背了一個普世的架子 是媽媽愛小孩 其實那句話就是很傷的 就是剛剛佩穎講的 小孩子趕快把他打掉 其實我們在描述一個人的時候 不管他窮 有錢 不要小孩這件事情 是違反所有人的想法的 你看我們提到王菲 王菲自己生過小孩 跟那個 他的前妻生過 那個前夫生小孩 那小孩子有兔存 他也是花很多錢 甚至捐個醫院讓他去養 這樣 我們看到的是為牧者 為牧者強 這樣的一個做法 你窮人家 再怎麼窮 我也會把小孩子養大 你有看到什麼窮人家 我很窮 因此第一天 我就把小孩子踢到一邊 就不養 這種人就是 就是違反了我們普遍的價值